以前打工時中午去茶餐廳吃飯 喜歡點咖哩牛肉碟頭飯 牛肉嫩滑咖哩汁又香濃 真的好吃到連碟都想吃 其實在家製作非常簡單 大人小孩都喜歡 現在天氣這麼熱 沒什麼胃口 弄個女兒好喜歡吃的咖哩牛肉 牛肉好美 新鮮的牛肉是成功的第一步 喜歡吃瘦碟部位可以買釣龍和絲餅 我就比較推薦嫩肉和肥牛 有少少脂肪 舍身香口多又嫩滑 記得點熱身一攤主要幫你切薄點 這樣回家不用洗 直接就可以醃牛肉 還未會醃牛肉記得看 半斤牛肉加2茶匙清水 再加1茶匙生抽和生粉 少少胡椒粉 牛肉吸了水分就嫩滑多汁 喜歡更嫩的口感就加少少食用小梳打 再加2茶匙清水將它渣均勻 再加少少花生油將它封住 這是餐廳醃牛肉的方法 醃10分鐘就可以煮來吃 配搭切洋蔥胡蘿蔔和薯仔 燒至鐵鍋起煙再加油 這樣炒牛肉就沒那麼黏 炒至牛肉看起來粉粉有八成熟就先裝碟 先炒牛肉再煮咖喱 這樣牛肉就不會老 重新開鍋 加多些油將薯仔煎至金黃薄薄 煎過再煮的薯仔沒那麼容易煮難 四身香口多 再加洋蔥和胡蘿蔔炒香 加1大碗水浸著薯仔 吸蓋煮5分鐘 這道菜的靈魂就是咖喱 我家一直都是用小野輕煮的咖喱 配料表很乾淨 咖喱味純正又濃郁 還好貼身搭配了獨立的椰漿包 煮軟了薯仔和胡蘿蔔就可以加咖喱 這樣一次加一包就不用整天開罐頭 方便又衛生 調整大火煮到它稠稠的就OK了 將炒牛肉倒進去 再加一些不辣的青椒撞下吃 拌完之後就馬上加椰漿包 椰漿是咖喱的最佳拍檔 加了之後味道就順口很多 可以吃到椰子的香味 再兜兜它就可以關火上碟 咖喱牛肉比咖喱牛腩快很多 趕時間又想吃美食就可以試一下 一個好吃到爆燈的咖喱牛肉碟頭飯就大功告成 小朋友長身看的時候吃多點牛肉就沒錯了 我是笑咪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點個讚